先扯一些速球线,先放在小盒子里,线头按在球心上面,第一圈一定要把线头压住,然后随意绕线,绕线的时候要注意,右手一边绕线,左手一边转动球心,线稍微拉得紧一点,绕线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绕线,缠绕一会儿之后要注意有这种漏白的地方,绕线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绕线,绕线的时候要注意有这种漏白的地方,绕线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绕线。 绕线后要注意往漏白的地方绕线,在漏白的地方交叉绕线,多绕几圈,就可以把漏白的地方遮住 才绕到速球线完全覆盖住球心,没有漏白的地方就可以收尾了 预留40厘米的线,线剪断,针插在球心上,穿上线,拉紧才绕的最后一圈速球线 按住针在速球表面穿过,多穿几次把线固定一下 剪掉多余的线绕,水球就缠绕好了 在五反布上放置适量的薰衣草,抓起五反布的四个角,把薰衣草包住,包成一团 用手揉捏薰衣草,调整形状,让形状尽量圆一点 用尺子测量一下球心的周长 周长15-17厘米左右为宜 注意不要过大或者过小 扯一点速球线,先把收口的地方绕几圈 线果放在小盒子里面,然后随意绕线 缠绕一些速球线,确定里面的材料不会露出来 用剪刀剪掉多余的五反布 用手按压住五反布凸起的地方 在凸起的地方绕线,多绕几圈 然后一边绕线,一边按压调整球心的形状 有凸起的地方就按压一下,然后多绕几圈线 一直缠绕到速球完全覆盖住球心 检查有没有露白的地方 没有露白的地方就可以收尾了 预留40厘米左右的速球线,剪断 穿上针 拉紧我们缠绕的最后一圈速球线 针在速球表面穿过 多穿几次 把线固定一下 避免速球线滑脱 减掉多余的线 首先测量一下速球的周长 周长是16厘米 换一个方向再测量一下 也是16厘米 再换一个方向测量一下 也是16厘米 那速球的周长就是16厘米 速球的周长是16厘米 周长的二分之一确定几点 周长的四分之一确定赤道 周长的十分之一确定十等分的位置 取一颗周针,在任意位置扎入 将它看作是北极点 我们需要找到对应的南极点 尺子的零刻度对准北极点 此字向下拉 在周长的二分之一处扎入助针 再从其他方向测量一下 看一下其他方向是否也是周长的二分之一 有误差 调整到周长的二分之一处 零刻度对准北极点 刚好把里面 零刻度对准北极点 刚好把里面 零刻度对准北极 刚好把里面 零刻度对准北极点 刚好把里面 那我们就确定了正确的北极点和南极点 接下来需要确定尺方 此字零刻度对准北极 此字从北极拉到南极 在周长的四分之一处扎入助针 零刻度对准北极 从北极拉到南极 在周长的十分之一处扎入助针 做十等分需要扎入十颗珠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其他的珠针都扎上 珠针都扎好后 我们需要把赤道做等分 尺子的零刻度 对准尺道上扔一颗珠针 取一颗珠针 把尺子固定一下 尺子贴着尺道上所有的珠针绕一圈 到结束的位置 取一颗珠针 把尺子固定一下 再另外取两颗珠针 固定一下尺子 然后我们开始调整珠针的位置 从零刻度开始 周长的十分之一 1.6 然后是3.2 然后是4.8 6.4 然后是8 9.6 11.2 12.8 14.4 16 这样我们就把尺道做好了等分 把尺子取掉 接下来需要修上分球线 为了方便演示 我用的是蓝色的线作为分球线 我们需要绕七圈线 在七圈多的地方把线剪断 然后把线取下来 线取下来穿上针 在线的一头尾部打结 剪掉多余的线维 然后修分球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维拉到水球线里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北极点左侧出针 先拉紧 然后开始绕线 从北极点出发 过尺道上的助针 到南极点 过尺道上的助针 回到北极点 分球线旋转向右 过尺道上的助针 南极 尺道上的助针 北极 分球线旋转向右 尺道上的助针 南极 尺道上的助针 北极 到最后半圈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南极点的线固定一下 从南极点下方入针 调起所有的分球线 先拉紧 把竹竹拔掉 继续过赤道上的竹竹 回到北极点 把北极点的线也固定一下 从北极点下方入针 调起所有的分球线 穿过 先按住 先拉紧 打掉竹竹 在北极点绕一圈 再从北极点下方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然后需要把赤道绣上 从刚才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赤道上任意一颗竹针的旁边出针 然后线贴着赤道上所有的竹针绕一圈 绕一圈后 从出发的这颗出针 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先拉紧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调整一下分球线 让分球线分布均匀 拿掉注针 这样一个普通十等分分球就做好了 制作这一款手锯球 首先是绣绿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是先用墨绿色的绣两层 然后用深绿色的绣四层 深绿色的绣六层 然后用金色的绣两层 然后绣红色的部分 用深红色绣四层 大红色绣两层 金色绣两层 然后这边是绣松叶绣 花蕊的部分是绣洁绿 这个是已经分好的普通十等分分球 我们先来钉上珠针 在距离这个几点1.2厘米的位置 插入珠针 隔一条分球线 插一颗珠针 这边的珠针 插好了之后 把这一半球也插上珠针 是在距离几点1.8厘米的位置 插入珠针 这边插珠针是在 刚才这边黄色珠针 没有插的这条分球线上 插珠针 这个点注意一下 也是隔一条分球线 插一颗珠针 这边都插好之后 就这样的 然后开始绣制 取墨绿色的绣线 线凉过使用 一般剪线不用剪太长 80到1米左右都可以 80厘米到1米左右 从手线线压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蓝线尾拉到四球线里面 再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蓝色珠针的左侧出针 蓝色珠针在这里 OK 往上或者往下一点 都没有关系 出针的位置在分球线的左侧 然后蓝色珠针可以拔掉 先向上拉 拉到这个绿色珠针的这个地方 往拉到这个黄色珠针的地方 挑缝一针 挑一点素球线 和分球线 穿过 先向下拉 拿到蓝色珠针的位置 也是挑缝 挑一点素球线 和分球线 穿过 蓝色珠针拔掉 先向上拉 来到黄色珠针的位置 挑缝一针 挑一点素球线 分球线 穿过 先向下拉 拉到蓝色珠针的位置 转着这样的方法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把这一圈绣完 拉线的时候 可以用手把这个线的地方按住 拉一面线 打接 挂出了这条一下 到一圈结束的位置 从 开始秀的这个位置 右侧 分球线的右侧 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这个线先放下 然后我们需要再定一次 住针 这一次定住针 上面同样是在 1.2厘米的位置 定住针 距离几点 1.2厘米的位置 快速的定上 这边的话是距离几点 2.7厘米的位置 也是在黄色 没有定的这条分球线上 定 也就是现在还没有 绣的这条分球线上 2.7 1.2厘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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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从刚才出针的位置 入针 从蓝色 出针的左侧 出针 出针的位置 在分球线的左侧 先向上拉 拿到黄色 出针的位置 挑一点 素球线和分球线 穿过 就能拔掉 先向下拉 拿到蓝色 出针的位置 挑一点 素球线和分球线 继续按照 同样的方法 修 用 挑一点 素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下拉 继续回到 这一圈开始的位置 从任意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 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剪掉多余的线 第一层就修好了 然后继续取 墨绿色的绣线 绣第二层 从这个比较长的 这个边开始 先压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续拉到素球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第一层 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出针 线下上拉 贴着第一层的绣线拉 拉到上面这里 在上一层绣线的下方 挑一点素球线 穿过 线向下拉 贴着第一层绣线 到这边 在第一层绣线下方 一毫米处 挑一点素球线 和分球线 穿过 线向上拉 挑一点素球线 和分球线 穿过 线向下方 先向下拉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层绣线 修完 这里到第一圈 第二圈 第二层第一圈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左边的这一条分球线 左侧入针 左侧出针 出针的位置是在 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线向上拉 贴着第一层绣线 为了不让这个线扭 扭曲 我们可以从 两股线的中间 把针传过去 然后再去调 素球线 这样针传过来的时候 这个线就不会扭 先向下拉 渗着同的方法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 一毫米处 调一点素球线 和分球线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圈绣完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拉紧 然后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两层绣好之后 是这样的 取绿色的绣线 浅一点的绿色绣线 这个应该是翠绿色 在深绿色 墨绿色的绣线外面 绣六层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任意位置出针 每次都是先把线压一下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尾拉到素球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绣线 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然后贴着之前绣线的外侧 在之前绣线的下方 挑一点素球线和分球线 穿过 线向下拉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挑一点素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上拉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圈绣纹 到这边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左边的这一条分球线 左侧出针 出针的位置在上一层绣线 下方一毫米处 然后继续贴着之前的绣线绣 挑一点素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下拉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挑一点素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上拉 在之前绣线的下方 挑一点素球线 穿过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绣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在回忆针 减留多余的线 然后再去 最绿色的绣线 绣 一共要绣六层 现在已经绣了一层 再绣五层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维拉到素球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分球线的左侧出针 从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出针 贴着上一层绣线继续绣 绣的时候把绣线里平 调一点素球线 穿过 线向下拉 调一点素球线 线向上拉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绣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 多余的线 然后在绿色的绣线外面 绣两层金色的绣线 取金色的绣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金线的尾部一定要打结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绣线下方 一毫米处出针 出针的位置在分球线的左侧 线向上拉 贴着上一层绣线继续绣 调一些素球线 穿过 先向下拉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调一点素球线和分球线 穿过 先向上拉 调一些素球线 穿过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绣两圈 用金色绣线绣两层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拉紧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然后需要绣上绣红色的这一层 我们先扎一下珠针 在距离绿色绣线 这个尖上面5毫米的位置 扎入珠针 隔一条粉球线 扎一颗珠针 这边是这样扎的珠针 然后这一边是在 没有扎珠针的 这一条粉球线上 距离直到3毫米的位置 扎上珠针 就算大家好是这样的 然后取 深红色的绣线 开始绣 深红色的绣线两股时 从线压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线压线的位置在分球线的左侧 从线的位置在分球线的左侧 先向上拉 先向上拉 拉到黄色珠针的这个地方 调缝一针 调一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穿过 先向上拉 拿到蓝色珠针的位置 也是调缝一针 调一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穿过 先向上拉 拿到蓝色珠针的位置 调缝一针 然后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圈绣纹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左边 就任意一个位置出针 然后再定一次出针 在刚才没有定住针的 这个分球线上 同样是 这个绿色开始秀的地方 向上 五厘米的位置 隔一条分球线 定一颗住针 这边也是没有定住针的 在这里 距离吃到三厚米的位置 顶上住针 这边是绿色的地方线 我也不知道 把这条线上住针 找到一条线 去的地图 一定是有点 这边是 和这个鞋子 那边是 对 凍 我们 所以 这边是 非常好 所以 我们 珠针定好之后继续修 从刚才出针的这个位置入针 从定珠针的左侧出针 这样 出针拔掉 线向上拉 拉到黄色注针的位置 调一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穿过 线向下拉 这有珠针不太好调缝的话 可以先用手把珠针这个位置按住 然后把珠针拔掉 调缝一针 调一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拉 在黄色注针的位置也可以用手按住这个注针这个位置注针拔掉 然后在这里调缝一针 调一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穿过 线向下拉 按住这个位置 调缝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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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左侧的这个分球线 左边的这条分球线左侧出针 出针的位置在上一层修线下方一毫米处 线向上拉 贴着低层修线 在低层修线下方调一点速球线 穿过 线向下拉 在低层修线下方一毫米处 调一点速球线 穿过 线向上拉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绣 用上红色的绣线一共要绣四层 这线不够了 我们换下线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先拉紧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再另外取一根 上红色的绣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我拉到速球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分球线的左侧出针 也是距离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的位置出针 线向上拉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 挑一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穿过 线向下拉 再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 挑一点速球线和分球线穿过 线向上拉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绣 绣四层 这边修好 跳过来 修这边 从这边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左边的这条分球线的左侧出针 出针的位置 距离上一层绣线 下方一毫米 线向上拉 继续贴着 上一层绣线继续绣 就这样的方法继续权就会进行进行方法继续权的对方法继续权的问题 到解数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忆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再取红色的绣线 再深红色的绣线外侧绣两针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尾拉到诉求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绣线下方 一毫米处出针 线向上拉 贴着生红色的绣线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 挑一点诉求线 穿过 线向下拉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 一毫米处 挑一点诉求线 温求线 穿过 绣线就这样的方法 绣 绣两层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然后用金色的绣线 然后用金色的绣线再绣两层 取金色的绣线 金线的尾部一定要打结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把线尾部拉到绣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分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线向上拉 贴着之前的绣线 调一点速球线 穿过 线向下拉 在上一层绣线下方一毫米处 调一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线向上拉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用金色的绣线绣两层 到结束的位置 从分球线的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线拉紧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这边就修好了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边的花蕊绣上 取出翠绿色的绣线 双骨使用 在这边绣上花蕊 还是先压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尾拉到诉求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这一个花蕊绣中间的 结果大概是这个位置 大概这个位置出针 就是每一个 每两根分球线中间的位置 出针 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线向对面拿 像这样 拉到对面 从和这个尖 上面一点的位置 中间 入针 从旁边的这里出针 平调一针 这边从 这边也拉过来 拉到对面这里 同样的方法 平调一针 从这边中间的位置 入针 这边 这里的位置出针 先拿进 然后往对过 这边拿 中间都是绣松一绣 这样子 感觉这里有点太下面了 可以往上面挑一点点 从中间的位置入针 从旁边 这里 出针 先拉进 要向对面这里 拉 从距离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这样 然后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余的线 取白色的绣线 双骨使用 在绣的这个 尖的这个位置 花蕊的这个尖的这个位置 绣节力绣 线压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位拉到诉求线里面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这个 绿色 前面一点点出针 因为这个绿色 我刚才绣的有点短 我出针的位置 就在它前面一点点 这样这个 花蕊就会在前面 靠近前面一点点 的位置 觉得位置 不是很理想 出针的位置不是很理想 可以调 调一点点线 调一下 一本出针的位置 在这个 织的左边一点点 好一点点 然后这样 平条一针 在针上面 绕三圈 把白色的针上面的线 按住 把针抽出来 把线抽紧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小小的结 再从刚才 出针的位置 入针 跳到旁边的这一个 左侧 平条一针 调一点诉求线 绕三圈线 把线抽紧 然后从刚才 入针的位置 入针 跳到旁边这里 在右侧 平条一针 绕三圈线 出针 把线抽紧 跳到旁边 这个 这个因为有点长 秀的时候 就 画里面就可以 秀到 就里面一点点 画里面一点点 等一下就遮住了 平条一针 绕三圈线 绕三圈线 拉线 先抽紧 从刚才入针的位置 入针 跳到旁边 计算着这样的方法 把所有的花蕾都修好 所有的花蕾都修好 是这样的 让这一个手机球就完成了 对不对是这样的 对不对是这样的 对不对是这样的